另一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七八说上的一面 以及现在的半熟恋人 半熟恋人已经也播完了 对 薛兆凤老师用幽默的这个故事 和幽默的口文去讲述 我们人生百态中间的经济学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薛兆凤老师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 比较好的了解一下薛兆凤老师 他的经济学讲义的内容 甚至包括你上网搜一下 他的这个七八说里面的一些讲话 对我们的人生日常生活 这个就是婚姻爱情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 当然对我们的事业创业工作人生 也是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用一个小时 应该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跟薛兆凤老师进行对谈 谈完以后呢 薛兆凤老师呢 薛兆凤老师呢 还会到东方周选的平台上 跟董与会见面 继继续就是去谈一谈 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话题 感谢大家 我们一会儿总共就这个两分钟 三分钟还没到 就已经十一万人在上面了 太厉害了 对对对 所以有多少人知道薛兆凤老师的 知道的点一 我把大家知道薛兆凤老师 当做是大家有文化的标志 谢谢薛兆凤老师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老于谐话平台上的 这个粉丝 不是还是挺有文化的 这个创业者很多 这个努力奋发的人很多 这好 对 大家打个一 你看很多人打了一 说明很多人都是 都是知道你的 非常多 谢谢大家 对对对 好 那咱们还在聊聊别的 对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你看一会儿就已经十八万人在上面了 余老师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先讲我怎么知道余老师 余老师 我知道余老师就是学余老师的单词 所以余老师是我的老师 你没上过新东方课吧 我上过新东方的课 上过新东方课 我到过 我当时在那个庙峰山是吧 对对对 住宿班 住宿班 上过课 因为都要考试嘛 对 都要考试 那是2000年出头了 2000年出头 那个时候好像我不亲自教了 你不亲自教了 我没有亲自教过 但是我学你的课程 听你的录音 讲单词 对 是吧 后来就跑到美国去了 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对 第一 头几页的单词还特别记得 abandon 放弃 apicus 算盘 还特别记得 后面就没记得没那么多 不需要记得 因为你考了很好的分数 还来到美国去了 那个 非常遗憾 或者非常抱歉 我知道你 就是因为你在得到的 这个薛兆峰的经济学课 OK 因为在此之前 你在北大国发院 已经待了差不多 七八年 对 但是呢 因为我毕竟不在北大了 而且呢 也不去学经济学的课 是吧 所以我 不关心北大的事 不 坦率地说 我当时也不是那么关心经济学 以及经济学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我只是凭着我的直觉 在做的这个心动方 觉得经济学跟你没关系 觉得经济学跟我日常生活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而且呢 我一想到经济学呢 我通常想的是一些数据模型的分析 对 而我这个人对数据模型分析 是有白痴的这个境界的 就是说 我的数学水平非常长 嗯 对 当然后来我 我唯一翻过的一本经济学 是我女儿在考大学的时候的一本AP的 就是经济学的课程 考试 Economics 那个 翻了一下以后觉得也有点小意思 但是我觉得跟我也没少关系 真正对经济学啊 就是感兴趣入迷 完全是来自于你的经济学课程 就听我的那个 对对对 学道红的经济学课 当然 听第一个故事 嗯 就是这个战富营中间的经济学 对 我就立刻就入迷了 哎 我发现这个老师讲课 居然能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的如此的简单一种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听下去了 好有意思的 而且呢 基本上是 属于你更新一下 我就听一下 后来就特别的烦 为什么呢 因为更新一下 总共就十几分钟听完了就没了 哦 所以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故意放的没听 有差不多半年 哎 知道你全部更新完了 这个一百多集 接近二百集吧 反正我是一次性又重新听了 像追剧一样的 对 有点追你的课 我也得像追剧 所以啊 尽管我 我我知道你 你比我年轻 但是呢 年轻一点点 内心对你的这种 把一门 就是说系统化的 其实在大家看了比较深刻的学问 嗯 话凡就简 能够用非常轻松 简单明了 甚至有点幽默的 并且故事化的方式来讲述这门课的能力 对你是大为佩服 谢谢 因为你知道作为老师 嗯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就有这样的能力 是 我觉得我在北大讲课已经算是讲得比较简单易懂了 然后听了你的课就觉得 我觉得哎呀 差得太远了 我不能多说话的 我一多说话 他们就会说 老头 老头你闭嘴 让薛老师多讲一遍 但是薛老师要讲什么 还得我来问 我不问薛老师 他肯定不会 不敢 不敢讲 不敢讲 对 因为于老师是我的老师 心目中永远 我们后来咱们最近认识了 最近才认识 好像有点晚 最认识的其实 就是隔空已经认识了很久了 但是真正见面 吃饭聊天 还真是就是近两三个月的事情 但是也算是一见如故了 对 在微信里面 我们私下 余老师可以说 称我就师弟 是吧 我那是永远称余老师是老师 但其实尽管你没有在北大当过学生 但是你一上来就为北大学生 开了很好的经济学的课 那你比我晚近北大 叫师弟也是可以的 对的 但是我要尊重余老师 所以永远是叫余老师做老师 那个上课呢 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经济学 原因跟余老师喜欢上经济学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觉得经济学太有意思了 我也是一接触就觉得 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学问 他还能够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熟悉的这个现象 就像余老师刚才讲的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 就战俘营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境 那里肯定就不是什么标准的市场经济 但其实你看在这样的情境下 只要有人有两个人 他们只要有需求的不同 他们有非常稀缺的物质了 非常少的物质了 分配分下来的 他们对这些物质的看法就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面包 有些人喜欢香烟 有些人喜欢咖啡 他们就有交换 有交换就有一般等价物 就有货币 然后就有通货膨胀 就有通货紧缩 然后也有流言蜚语 也有价格管制 也什么什么都有了 那我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 哪怕在原始社会 只要发生两个人之间的交换 是吧 物与物的交换 甚至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交换 他就必然就有经济学和经济规律 必然有经济学 必然有经济规律 哪怕是一个人 他也要面临着成本的概念 他要 他因为资源有限 他今天做一个 他今天是去打鱼 还是去织网 还是去挖井 那他挖了井 他的成本是什么 他就放弃了打鱼的收入 然后或者放弃了其他的收入 他就得做这个核算 然后他打鱼是 马上去岸边打鱼 就打到小鱼 但是马上有 如果回头去织网 能够造船 能够打大鱼 但是今天可能就没饭吃 这时候就要面临一个 直接的生产 还是一个迂回的生产 的一个过程 那要看你的家底 你的家底不够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任何一个人 在选择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就已经设定了经济规律 以及一个人选择做什么 其实已经表现了他这个人自己为未来人生设计的眼光的短浅 还是眼光的这个生源 已经完全符合要遵循这个经济规律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必须要遵循这个 我们经常说 物理学是有刘顿 有这科学家以后才有的 他有几百年上千年最多一千年的历史 是吧 要你说要得从你从什么时候算都可以 但是物理学规律的存在 那是千万年的历史 它一直在 但我们人有没有意识到它 有没有清楚把它刻画出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人类好像对规律的总结这件事情 是人的某种天性 因为动物它就只是在意自己的天性的那种 这个就是朴素自发 从来不会抽象 一种生存习惯 但是人是比较容易想要去抽象那些东西的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物理学 对